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无所不在 而时代力量立委陈焦华 昨天更爆料了 他说在市面上所买得到的成语词典 里面的内容出现了相当多的中国用语 而且在整个成语的解释上头 很多角度都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做出发 来做解释 他认为这样的教材 是完全不适合在市面上贩售 来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我的确是认为政府把关太松散 因为我在两个礼拜前 就跟教育部长咨询 但是所得到的回应 却是非常的模糊 那也跟文化部长咨询 那文化部长 理部长的回应也是会考虑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忧心 因为里面的这个词典里面的 我是真的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血统 即使没有文化统战 里面这些 就是在中国他们的作者所写的文字 真的不适合在台湾给我们的血统 来使用来做参考 新军院书院长呢 已经在这个立法院呢 打询这个委员的咨询 那他也指示了 罗秉城政委呢 会邀请相关的部会 来做这方面的研理 那跟后续的这个处理 那正在入委员的立场呢 当然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这样的协助 那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呢 大陆地区的出版品 或者是影视节目呢 都必须要经过我们主管机关的许可 才能够在台湾做发行 此外对于国民义务教育的这个教材呢 那基本上教育部也有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纲名呢 在做指导 那我相信呢 在罗政委主持的这样的一个跨部会的 这个处理小组里面 我们一定会把相关的这个法律上的规定 来提供给我们的主管机关 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助 而新军院长苏贞昌呢 在得知这项消息之后 目前是已经下令相关的部会 进行通盘检讨 以上在立法院的这群统况